相信大家可以想像 在美國植谷工作的人 他們是分秒必爭和競爭很大 不過有一群在植谷工作的基督徒 他們沒有只顧著在職場上高打拼 反而透過他們在職場上的身份傳福音 但要和一群在高科技行業工作的人分享信仰 他們可以怎樣做呢? 植谷 一個高科技事業混雜的地區 賞簽索世界著名的高科技公司總部 都輾在這裏 當中近有過萬位華人工程師 在這裏發揮所長 在這一天 各大公司的華人高層領導聚集在一起 不是為了新產品的推廣或者研發 這個亦不是為了擴張人脈的社交聚會 而是職場宣教機構 雲端職場福音中心的開幕演例 吳丙偉牧師過去有二十年時間都在北加州的植谷從事電腦高科技的工作 後來修讀神學之後成為牧師 他從事的宣教事工和一般牧者不一樣 他主要針對從事高科技行業的上班族建立職場教會 其實職場教會就是在被基督徒還沒有進入教會之前 我們就把整個教會全部帶進職場 除了受洗跟守聖餐我們沒有以外 在職場中間在一家公司裡面 我們有敬拜讚美 我們有講道 我們有小組聚會 我們有禱告會 就好像Intel這樣子 我們禮拜一到禮拜五 每天中午我們都有聚會 地方教會跟職場教會都不一樣 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把耶穌基督帶進職場 不止如此 而且我們可以跟眾教會一起合作 我們到並不是想把教會帶到公司 但是我們想讓公司的人能夠 在進入教會之前能夠接觸到福音 那麼是讓他們到教會的時候 在接受福音的時候已經有相當的了解 然後不會被讓到不同的環境 然後就覺得很陌生 然後就會對教會有抗拒這樣的情況 雲端職場福音中心 匯聚三藩市灣區10間華人教會的職場精英 除了吳牧師之外 另一位創辦人劉孝宏博士 在灣區建立職場團契也已經有19年 我們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弟兄姐妹 能夠在職場當中有更多的影響力 職場宣教是給誰的 職場宣教就是給所有主的門徒在職場工作的 所以每一個在職場工作的其實都要有一個使命 因為我們絕對不是一個Monday Blue無可奈何的進入工作的場合 也不是禮拜五下班的時候 性高采烈好不容易等到週末 在職場宣教其實更重要的是 能夠明白神的心意 有祂的護照祂的同在 在職場當中成為你所在之地的祝福 同時用生命做見證 傳揚神的福音和神的愛 目前為止 雲端職場福音中心 已經在七間公司開展事工 當中包括Apple、Intel、Marvel等 而他們的事工分為四個團隊 包括屬靈導師、執行團隊、生命教練和創業輔導 細谷在這個科技的發展當中 是領先全球在創新方面領先全球 在今天全球人都在追逐怎麼能夠創新 這個福音職場中心也會提供一個機會 能讓在細谷長大的基督徒有一個機會 能夠互相交換的意見 那我們也會常常請人家來做短獎 做福音的傳播 更重要的是我們請一些在職場上 創業成功的 或者是在職場上 能夠在一直能夠升到很好的位置 來這裡做短獎 可以來代理幫助一些想要創業的人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教會牧師們沒有辦法做到的 因為牧師們都花很多的時間在職場 能夠在這裡聚集的話 對我們會有很大的幫助 靠聚耶穌是祢 哈利路亞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只有兩個人撐了很久 但是沒有其他人加入 我們覺得這件事最容易讓人覺得人家氣餒 或者是撐不下去的時候 但是我們很感謝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吳牧師棄而不捨 對這件事情上的堅持 查經上面有對真理的不了解 或者如何 吳牧師都會來帶領我們 所以我們慢慢有 在一段時間之後呢 慢慢的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們 看到我們這樣子 always 有一段時間來做查經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來加入我們 因為他們知道 這個查經班always會在 永遠在那裡 我第一個首先要真的是 對每一個在職場工作的弟兄姐妹朋友們 知道說我們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 不但能夠對我們的公司 對我們的家庭 對我們自己 而且真的是在天上被紀念 而且當我們的心願意擺上的時候 你會看見生命影響生命 熱情傳染熱情 能夠讓一個工作不再成為一個捆綁 而是一個釋放 讓工作不再是一個勞苦 而是一個喜樂 讓職場當中不再是一個競爭而已 是有競爭 但是更是一個成全 當你在喜樂當中 生命被成全的時候 你就知道原來 你每一天的工作都是這樣有意義 這跟你在地級宣教 是一樣的令人興奮 好消息是 就在你的手中 只要你用這樣子的心來服飾 你一定會得著 我常被人家教 好